美国参议院领导人将星期天下午设定为达成能够避免财政悬崖协议的最后期限 即使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投票通过一个协议 也需要得到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星期天下午前的批准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能通过一个协议 不过如果国会能够达成协议 总统便能在星期一签字生效 就将避免星期二开始 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税率自动上涨 政府要做出重大的财政削减 以及数百万失业者失去失业救济 双方没有公开暗示能很快达成一项协议 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将出现在与媒体见面的电视节目中 继续向国会施加压力 他提议通过提高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美国人的税收 作为削减财政赤字的手段之一 而共和党人将门槛设定在100万美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